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 因为你是我的亲生女子 这位亲人房子的时候 家庭见下巨人 陪伴上温宝带她进医院 而隔壁就是首付江家夫人的产房 以后你就是江家的千金小姐 咱们不用跟着我过苦日子 今天是你的生日 我终于找到你了 本小姐是江家千金 给我过生日的都是豪门权贵妇家公子 你是哪家的贵妇 赶紧 妈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别叫我妈 你以为你是千金小姐吗 还想我给你布生日 去上班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江小姐 祝我们的江大小姐 二十岁生日快乐 不上 倒酒 江小姐 我送你个礼物 其实今天也是我的生日 这么干活的 她可是江家的亲戚 江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江小姐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 谢谢江小姐 今天是我生日 你把这瓶酒喝了 我不会喝酒 那你是不给我面子了 给我灌倒她会 天津大小姐请你喝酒 你一个服务生也敢聚取 臭服务生 我燕姐身上的衣服都五位数起 你吐的时候小心点 弄脏了 卖了你都赔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 真弄脏了 我可以帮你洗干净 我这衣服 干净 洗干净了一千多 你这张脸 十五千多 江小姐 我知道错了 江夫人 你女儿的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她没有遗传您的血管流胎剂 真的 血管流胎剂 这就是血管流胎剂 一种罕见的遗传性胎剂 传女不传男 这一千万个人中 就有遗力 而且形象特殊 无法复制 对心脏有潜在的安全隐患 怀燕燕的时候 我就求神拜佛 希望她不要遗传上 真是谢天谢地 我得燕燕如此幸福 可是夫人 您的女儿 之所以没有遗传上您的胎剂 可能并不是因为她幸运 而是因为 不是因为幸运 而是因为 她很可能 不是真正江氏集团的千金 什么 我江玉燕是江氏集团的千金 而你 只是 无声 她赏给你的了 随便拧着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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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一个夜怎么会打出我声 你让千金亏笑 救命啊 我养了二十年的女儿 不是 亲生的 江夫人 我记得您说过 小姐出生的时候 您曾与另一位产妇一同生产 那位产妇欠下了巨战 以至于后来医院有多次 有催战人前来闹事 你是说 她为了不让自己的女儿受苦 就偷走我的女儿 是有这种可能 是 阿浩 在 给我查 就算把整个京都翻个遍 也要找到当年那个产妇 找到我的亲生女儿 找到江家的大小姐 是 江夫人 您的亲生女儿 很可能遗传了你肩上的血管流胎禁 这 可能是您唯一的线索 真是讽刺 我刚刚还在祈求上天 不要让我的女儿遗传我的胎禁 可现在 这个胎禁 却成为了 我唯一的救命稻草 上天保佑 女儿 你一定要遗传我的胎禁 让我寻着这个路标 找到你 江夫人怎么突然让我们找一个 有心形胎禁的鸟 玉眼该不会不是亲生的吧 不该问的别问 救命啊 救命啊 求求你了 放过我吧 书生 别给脸 不要脸 今天你要是不把我伺候 你弄死我 放开我 救命啊 怎么了 里面有人喊救命 给我按住它 不要 放开我 今天你弄死你 放开我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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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也是他们啊 求求我 哎 哎 江氏集团总裁江总 嗯 嗯 放开我 啊 啊 兄弟 大叔 昨天是你 救了我吗 叶总会那种地方很危险 下次不要去了 大叔 我该走了 小叔 你怎么没去公司啊 他怎么在这里 江玉舟 你是江哥给我的 我的 不是他的 别在这里哄闹 出去 江玉舟 我们江家让你成为江氏集团的总裁 是因为我 喜欢你 难不成你养的药物 就因为这个臭服务生 很好 你这个臭服务生 我就陪你好好玩 妈 你看这个蛋糕 漂亮吧 你死外面一千 啊 打工的钱都买成蛋糕了 我被你千金大小姐 干活去去去去赶紧干活 妈 妈 你叫我来这种咬不拉屎的地方干什么 让你来你就来 下车 妈 你干嘛对我这么凶啊 江家的千金小姐虽然不是她 但是她毕竟担任我二十年女儿 啊 都看 抢劫 抢劫 快啊 丫头 你干嘛去 夫人 你看看东西少没 谢谢 这丫头 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她 谢谢 这丫头 和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一模一样 难道她 是你这个 妈 她一个穷丫头 竟然妄想敢勾引我小叔 想攀缝我们江家 我 我没有 别在这里胡闹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女儿 这人都敢欺负到我们江家头上了 小心 丫头 妈 你没事吧 快去叫叫火车呀 哎呀 快起来你 你是她的妈妈吧 这太急 怎么和软小鸭的太急一模一样 她就是软小鸭的亲生母亲 妈 你别担心 这种穷人的命啊 是又硬又简 绝对死不了的 江玉燕 我平时是怎么教育你的 要不是软小鸭救了我 这躺在手术台上的就是你骂我了 妈 你居然为了一个人打我 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不是我女儿 妈你怎么能说我不是你女儿呢 她发现我换孩子的事情了 我的女儿 怎么会 不懂得礼仪廉耻 知恩图报的道理 你刁蛮到这种程度 我以前真是太惯着你了 哎呀 夫人 那软小鸭就是你一条 她死了就死了 千万别因为她 破坏你们母女的情分啊 她对自己的女儿 为什么是这种犯 小姐 疼不疼啊 本小姐是你这种脏手 能随便碰的吗 玉燕 别以为你和你女儿耍了小心思 就能赖上我们江家 我们江家可不是你们这种穷鬼 能随意攀附的 江玉燕 立刻道歉 否则 我就和你断绝关系 夫人 小姐可是您的亲生女儿 你不能和她断绝关系 道不道歉 夫人 小姐说的没错 软小鸭就是你一条 我也是个穷鬼 她说的没错 阮女士 我是不是在哪 见鬼 我的亲生女儿在二十年前被人偷了 难道是 阮女士 我是不是在哪 见过 没有 从来没有 二十年前 你去不京都医院吗 没有 病人已无大碍 家属可以进去看网了 妈 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 让我去跟小鸭道歉吧 不用不用 你们快回去吧 夫人和小姐都是尊贵的身子 别在这贵气的地方多呆 啊 阮女士 你就带她去吧 一定要让她给阮小鸭道歉 我先去奖费 臭义贵 女儿敢得罪我饶不了 一会儿你给我安非 否则连你一块儿就死 事业 你才是我的新生女 帮我找几个人 我收拾一个女 人醒了 女儿不死 妈 你去哪儿了 这么久才来看我 我警告你啊 别走小鸭 去攀负江家 你欠什么命 你能跟人家叶小姐比吗 收起你的小心思吧 妈 你在说什么 软小鸭 竟然敢勾给我小说 那可是江家给我的 走开 给我把她的一发 你们要干什么 她还是把你又浪的样子 发到网上了 妈 撑我 江小姐 怎么 你想替你女儿出头 不不不不 江小姐 您看你哪里的花 这丫头天大的胆子 竟然敢得罪你 你想这么收拾就这么收拾 妈 我是你的亲女儿啊妈 你妈都不要你 给我按住她 放开我 江家小姐才是我的亲生女儿 要我 就把你命不好吧 夫人 你没事吧 是宇宙啊 我没事 幸好被一个叫软小鸭的孩子给救了 您说她叫什么 软小鸭呀 夫人 她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女孩 什么 不要啊 不要啊 都给我住手 小叔 怎么了 你肩膀上的胎气 你肩膀上的胎气 这胎气 跟江夫人肩膀上的一样 江夫人 这小鸭她骗子没事 你给我解释一下 我解释什么 这里面有误会的 所以你才要给我解释啊 二十年前 你是不是去过京都医院 你说呀 没有没有 你说过的地方 我没去过 我没去过 妈 你怎么了 不要叫我妈 我不信你妈 你 这开箭的形状 这开箭的形状 谁也不能破坏我亲生女儿的幸福 我还真的怪你命不好 夫人 我知道错了 是我对不起大小姐 我知道错了 你饶过我吧 你肩膀上的胎气 你穿太霸达 妈 是不是这个 冲撞了你 我替你收拾她 够了江语言 你要是再敢欺负阮小鸭 我饶不了你 小叔 我这么喜欢你 你还替她 滚回家去 小鸭 如果她 如果她真是我的女儿 就好了 江夫人 这件事 说到底还是小鸭的错 你可千万不要怪罪小姐 阮女士 以后 对你女儿好一些吧 她又不是我的亲人 丫头 不管怎么说 你救了我 听玉州说 你还在到处找工作 要不 我给你介绍一份工作吧 以后 你就可以留在我身边 不行不行 实在是不行啊 夫人 谢谢你啊 我们 没办法平白无故 受你恩惠啊 这样吧 既然你 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家 正在找佣人 你搬来到我们家工作吧 阮女士 你也一起过来吧 去亲家 那不是经常 可以见到我的亲生女儿了 夫人 真的谢谢您 但是我们 我去 我去 哇 妈 这房子 真漂亮 这就是我亲生女儿的家呀 还好我当初把他们做了交换 我的女儿 玉顏小姐 您睡醒了 你们两个怎么会出现在这 我知道了 你们是来偷东西的 阿宝儿 不是不是 小姐不是的 不是的江小姐 我们是江家的佣人 夫人看我们可怜 才给了我们这份工作 我就说你们两个是别有用心的 快说 是怎么爸就找我妈的 哎呀 不是的江小姐 我让你快点说 玉顏儿 我真是想来看看你 再听着我看 我就把你眼睛挖出来 剁碎喂狗 江小姐 你太过分了 江小牙 你怎么跟玉顏小姐说话呢 小姐 小姐 你别过来 别假惺惺 早晚有一天我会让妈妈把你们两个垃圾扫地出门呢 把你们走过的地方都消毒一遍 行死 是 小姐 小姐 妈 您刚才为什么拦我 哪来那么多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以后小姐无论是打你还是骂你 你都给我忍着 不能跟她这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 为什么 哪来那么多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这辈子都欠她的 我这辈子都欠她的 我告诉你 玉顏小姐的任何东西 你都不可以妄想 听见没有 我知道了 捡起来 你愣着干什么 去把手套拿过来 去呀 谁也别想抢走我亲生女儿的心思 谁也不信 谁疼 谁疼 鬼呀 别过来 别过来 放开我 大叔 是你呀 你们俩在干什么 阮小鸭 你竟然敢跟我一小叔 江雨燕 你过来 小叔 她就是一个小一步当天的女人 她刻意接近我妈 还想跪你 大叔 我从来没有想过靠近你 我警告你 不要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从出生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你 江雨燕 你住口 阮小鸭 你的出生注定了你这辈子 就是个草根臭臭 最可悲的是 连你妈那样卑微的人 她都不爱你 够了 小叔 你是江家给我挑的未婚夫 你为什么走护着这个 你疯了吗 我怎么可能娶你 你给我走开 小姐 滚开 她把阮小鸭都欺负成这样了 你还向着她 到底谁是你女儿 妈 谁是你妈 赶紧 给小姐道歉 小姐 是我管教无方 我现在就让她给你道歉 我替你好好教育教育她 您就是这么当妈的吗 阮桂来你倒是挺会来事的 不过看见你们母女两个我就恶心 赶紧给我滚出江家 小姐 别赶我们走 别赶 你给我过来 跪下 跪下 我又没有做错 我为什么要给她跪 哎呦 翻了天了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滚过去 怎么了 妈 你招小鸭当勇 让我不反对 但是她 竟然勾引小说 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小鸭 她不是这种人 妈 你现在 怎么对待外人 比对我还亲呢 燕燕 你这大小姐脾气 也该改一改了 不要老是针对小鸭 雨中 带大小姐回房 妈 夫人 连你也不相信我吗 我真的没有供引江总 夫人 我真的没有供引江总 你不信就看我走吧 我怎么会赶你走 算了 燕燕的表哥紧默 新开了一家模特公司 正好需要人手 既然你在这里受委屈 你就去那里帮忙吧 不行 我是说呀 软小鸭她笨手笨脚的 哪能干模特公司的活 哎呦夫人 你就让我们留在这里 端茶倒水 伺候月小姐和您吧 求求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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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小鸭 你说句话呀 哎呀 好了好了 就这样决定了丫头 你替我给锦莫送饭 这样也免得 玉燕来找你麻烦 谢谢夫人 谢谢谢谢 谢谢哎呀 谢谢夫人 谢谢夫人 谢谢 只要我活着一年 我的玉燕 就永远是大小鸡 老师在这里 老师 看这儿看这儿 不错不错 非常好非常好 可以 老师这个位置 江总 您的电话 嗯 好好好 要不试试做我的模特 江总 这活我干不了 你可以的 试试吧 哎呀 试试嘛 试试嘛 一定可以的 试试 快去试试 表哥 哎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 小叔他非要你一起 才肯陪我吃饭 你就帮帮我嘛 秦莫少爷 我好了 好漂亮啊 简直是艺术品 你个 居然敢来公司勾引男人 你这个 居然敢来公司勾引人 我没有 江小姐 我没有勾引两位江总 少狡辩 你都偷公司的衣服穿了 还说没有 靠我巴黎的衣服 我没有 你过吧 丫头 你没事吧 你还护着他 月 公司是我的 这衣服 也是我让他穿的 你的公司 你只是一个养死 笑你一声 表哥 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来 告诉他 这公司是谁给你的 靠我大便打人了 我连你一起打 够了 江玉燕 你怎么也冒出来了 江玉舟 没有我 你能当上江氏集团的总裁吗 你们 等我等着 谢谢两位江总 我没事 我先回去了 江玉舟 你和江将没有血缘关系 还不是要靠江玉燕 千金小姐的身份 江玉舟 是你知道的吗 你以为我是你 我还不需要一个女人 帮我上位 另外 我警告你 离丫头远点 你别打人了 帮我定做一件礼服 秦莫少爷 有什么事吗 三天后有一场宴会 你陪我一起出席 我 可我只是一个佣人 你穿上这个 就不像佣人 江小姐身上这件衣服 可是高天啊 这得是好几百万吧 是啊是啊 除了江小姐 没人能撑得起这件衣服 爷爷 我的妻女儿 我 妈妈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爷爷 我的妻女儿 妈妈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 想要玉佩 那就想办法弄钱来 我听说你现在 才有钱人家干活 顺便偷脸颊主宝 不是什么男事吧 哈哈 朗瑜已经怀疑了 当年抱走他女儿的时候 玉佩已经被冯兵抢走了 怀疑现在 被朗瑜找到 她竟然和江小姐穿着同样的礼服 你居然敢把我和一个庸人放在一起比较 江小姐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个还真是宴会 欢迎各位出席 景墨集团的宴会 同时 我还要宣布一件事情 经过董事会的票据 阮小鸭小姐 将会担任我们品牌的代言人 开心吗 这 我 自信一点 我去和朋友打个招呼 你自己转转 好 不少人起破了头 没想到最后景墨集团的代言人 竟然不是江小姐 是啊 不过 这个软小鸭气质真不错 不比 玉燕小姐差呀 你算是什么东西啊 别配合我穿一样的衣服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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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穿一样的衣服 你给我吓死吧你 怎么办呀 救命 你这个狐狸精 就该好好洗一洗 救命 活该 这就是敢觊觎我东西的下场 小鸭 小鸭 小叔 小鸭 小鸭 你别吓我 小叔 你是我的威皇妇 我阻碎你救她 滚开 大叔 谢谢你又救了我 你这狐狸精 我跟你没完 江小姐 江小姐 你没事吧 给我滚开 妈 你没事吧 都是你 都是你 这个 我早就告诉过你 让你离一远小姐的小叔远一点 那可是她的未婚妇 你不够一难的 你会死啊 妈 不是你想的那样 阮小鸭是你的女儿 你怎么能当众羞辱她 哎呀 江总 你可不要被这个 骗子给骗了呀 她什么手段 我可是清楚得很 小叔 你看人家亲妈都这么说了 你还看不出这个狐狸精的真面目啊 我不管 你给我滚过去 你背着我穿这么风扇 你想够于谁啊 你给我滚回家 走 滚回家 怎么回事 这不是我的镯子吗 就是你 你还敢偷江夫人的镯子 看我今天不打死你 妈 你在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妈 这个 她不仅勾引小叔和表哥 她还偷你手镯 我要报奖 够了江玉燕 不要在江夫人面前撞可怜 江玉洲 我这么喜欢你 你为什么每一次都要向着这个庸人啊 我怎么做 不需要经过你同意 你这个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你放开手 小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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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了 大叔 我心脏 心脏难受 这就是血管流胎剂 对心脏有潜在的安全隐患 心脏病 你个庸人 敢对我孙女动手 我告诉你 我孙女要是有了什么闪失 我让你们偿命 嗯 燕燕 我的亲生女儿 你要是出事了 我也活不下去了 滚开 看见你就晦气 医生 小姐怎么样了 你一个庸人 有得找你过问吗 医生 我孙女怎么样了 病人的情况已经稳定下来了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啊 软小雅 还在隔壁昏迷 她怎么好像更关心恋恋呢 软女士 你不去看看软小雅吗 她一个身子 死就死了 还是小姐尽贵些 可她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就这么不闻不问的 我 病人醒了 软小雅怎么样了 她说要见母亲 你们谁是她母亲 我 那走吧 一个庸人 自己的亲生女儿都不关心 还倒是对别的女儿挺关心的 啊 撞我 这碗鱼 真是好样的 妈 你是不是好好的嘛 走 下来 跟我去跟医院小姐当前 下来 臭娘们 我又要东西呢 拿来没有 爸 老子为你花的钱呢 钱我本来是拿到的 要不是这 拿到 我就拿到了 妈 手桌真是你偷的 是我偷的又怎么样 你要去给江江告状吧 让你偷个东西都偷不出来 废物 别打我妈 老子是她男人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别打了 别打了 我求求你 我还有点灵气 我回头都给你 都给你 丫头 越长越美 应该能卖不少钱 走 你去哪儿 还不跟你姐走 你想害死我呀你 丫头 你 养我 你走死 丫头 丫头 丫桂兰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 是她 是她来绑架小丫 是她 老子是拿手镯的 你说手镯没了 我才要带走 这个臭丫头的 你胡说我没有 夫人 你要醒醒我呀 玉州 报警 别别别 别报警 别报警 要是报警的话 就全罢了 姜夫人的手镯 是不是你偷的 是我偷的 但是 是她逼我偷的呀 我要是不偷 她是要打死我的呀 夫人 夫人 你就饶我一次吧 把她带走 走 要不是看丫头的面子 不然 你和她一个下场 小丫她怎么会上成这样 她的父亲来找他们要钱 她被打伤了 什么 那 在哪 姜夫人已经出力了 你不该出现在这儿 还是去隔壁照看你的夜夜吧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没人说了 我喜欢软小丫 你在躲着我 大 大叔姜总好 姜姐莫和你说什么了 我只是一个庸人 不适合离你太近 不能和我走得太近 就能和姜姐莫走得近吧 不 不是的 你是不是知道姜姐莫喜欢你 我喜欢软小丫 我还是不要睁眼 大叔 不管姜莫少爷的事 我和您只是主仆关系 你和玉燕小姐 才是天生的一对 我根本就不喜欢她 来 小姐 小姐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容易的 你这个死的庸人 你居然敢碰我 小姐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小姐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妈 玉燕小姐 你太过分了 你们就是姜家的狗 我想怎么对待东西 我没事情 但绝对不是你的奴隶 道歉 道歉 你们也配 我再最后说一遍 道歉 我就不 你居然敢扑我 赵小丫 要干什么 小姐 滚开 姜莫 入手 奶奶 这个小丫 居然敢顶撞我 向小丫道歉 你居然敢 对不起呀 我 好 有骨气 你这丫头 我倒要看看 她的骨头有多硬 给我打 今天我好好教你规矩 身为庸人 你敢勾引玉州 我没有 奶奶 你这是做什么 这只 勾引玉州 冲撞玉燕 打死都不为过 奶奶 小丫没有勾引玉州 小丫是我女朋友 小丫 刚才说的话 我是为了保护你 我知道 小丫 但我真的希望 你能做我的女人 奶奶 你看那个狐狸精 不仅勾引小叔 还勾引锦莫哥哥 把姜家都搅和成 什么样子了 锦莫一直听话 这次竟敢当众顶撞我 都是被那狐狸精 给迷昏了头 是啊奶奶 她一个 那庸人 居然想当兔丝花 进我们姜家的门 小维 小维 在 去把少爷和那个贱丫头 给我带过来 是 奶奶 这丫头心思不纯 不仅对玉州起了歪念 还把主意 打在了你的身上 这是我罪 容不得的 奶奶 小羊没有勾引我们 这都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锦莫哥哥 你为了他 连奶奶的话都不听了吗 相遇一案 江锦莫 你是江家的养子 说白了就是江家的一条狗 不允许你凶我的亲孙女 至于你 我江家的孙女 容不得你这 人得罪他 赶紧给我跪下 道歉 我不跪 我没有勾引玉州大叔 跟锦莫少爷 更是清清白白 我温馨无愧 放肆 来人 既然你那么喜欢勾引男人 我今天就满足你 把他的衣服给罢了 让保镖都开开眼昏 放开我 别碰我 别碰他 江锦莫 小心我把你逐出江家 小羊 对不起 住手 住手 小叔 你变得这 有人 要背叛我们江家吗 为了他 我愿意全世界为敌 江玉州 你要是敢走出这个大门 你就不是江氏集团的总裁了 你 小羊 滚 奶奶 大叔 为了我 连江氏总裁都不要了 值得吗 值得 不要动 我给你茶药 疼吗 江玉州 是我亲生女儿的心上人 一定不能被别人抢走 保佑保佑求求你了 保佑 他说的是月宴了 那阮小鸭 老夫人 江小姐真的不是你的金孙女 阮小鸭 才是江家 真正的女儿 小鸭 小鸭 奶奶对不起你 奶奶错怪你了 小鸭 只让律师盖遗嘱的遗产 只属于江家 真正的骨肉 是 月小姐 阮小鸭 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阮小鸭 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她是啊 她都认识我亲生女儿 那为什么奶奶说 她才是真正的江家大小姐 不应该 难道她知道了 当年我把孩子 原来 我是你的女儿 阮小鸭 才是真正的强奸 月宴 是我的错 但是 我真的不想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呀 你这个人凭什么能当我的母亲 月月 你为什么不去死 你为什么要出现在我的面前 对 这只能 才能永远受众命 奶奶 您睡了吗 小燕 怎么了 奶奶 我都知道了 我都不是江家的千姬 我只是个悠然的孩子 这谁告诉你的 啊 有话好好说 把刀放下 啊 奶奶 我不是你的宝贝孙女 我不想活了 我放下 危险 孩子 你跟奶奶二十年了 你一直都是奶奶的亲孙女 啊 公家的一切都是我的 奶奶 既然你这么疼我 你就再好好的疼我一下 不会感谢你一辈子 来人啊 奶奶你怎么了 妈 奶奶 妈 奶奶 快打120啊 快啊 奶奶 奶奶你一定不能有事啊 玉燕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端端的 奶奶怎么会从楼梯上摔下来的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听到一声巨响 到我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奶奶躺在那边 妈 奶奶不会有事吧 或许 妈 你放心 奶奶既然自有天想 她一定会没事的 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病人情况非常不好 苏醒的希望很渺吗 医生 你一定要救救我奶奶 多少钱我都愿意付到 我们会尽力的 妈 那我回去收拾一下奶奶的东西再过来 去吧 我 你 你猪呢 你猪呢 遗嘱去哪了 没有遗嘱 我怎么哪会属于我的遗产 我果然没猜错 小微带着那老东西的遗嘱跑了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都要把你抓回来 小微跑了 抓紧把他给我找回来 越快越好 我绝不能让你手里的遗嘱公布出来 否则我做的一切都白费了 情侣夜 那都为了遗嘱害了奶奶 喂 妈 奶奶的东西收拾好了 我马上就来医院 玉页 你快来 你奶奶醒了 什么 奶奶醒了 什么 奶奶醒了 奶奶奶 奶奶 为了我能继续当江家的大小姐 您就安心去死吧 去 玉页 你在干什么 妈 奶奶终于醒了 太好了 玉页 你奶奶刚醒 就让她好好休息一下 玉页 你先出去吧 你先出去吧 让阮小鸭来照顾奶奶 妈 我相信奶奶比较想让我来照顾她 这那么疼我 奶奶 你说是不是啊 妈 您是想让小鸭留下吗 玉页 你先出去 丫头 你留下 妈 妈 您是不是 想说些什么 您为什么想让小鸭留下 您不是 最讨厌她了吗 老夫人 您感觉怎么样 您到底想说什么 摔下楼梯 不是意外失足 妈 妈 妈 丫头 从现在开始 你要寸步不离地守在这里 哪里也不要去 有什么事 要立刻告诉我 好 我知道了 夫人 软小鸭 软小鸭 怎么了 玉页小姐 你给我过来一下 可是 我是小姐 你是庸人 有你拒绝的份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玉页小姐 你找我什么事啊 你回别墅那边去吧 这里有我照顾奶奶就行 这不行 夫人说让我寸步不离 她是我奶奶 不是你奶奶 凭什么你来照顾她 我是江家的大小姐 是你的主人 你敢不听我的话吗 可是夫人说过我要 阮小鸭 你就等着被赶出江家的门了 江家的千金大小姐 永远是无论的 永远 阮小鸭 你就等着被赶出江家的门了 江家的千金大小姐 你永远是无论的 永远 来人啊医生呢 医生 庆祝儿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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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小阳 我让你守在这里 你刚刚人去哪了 岳阳小姐叫我出去 我听见神爷才进来的 撒谎 我根本就没有叫你出去 妈 她居心叵测 是她害了奶奶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夫人 妈 你先别着急 小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哥哥 哥哥小姐叫我 小阳 这不是你的手链吗 小阳 这不是你的手链吗 夫人 你想亲我 小阳 夫人 为我这么信任你 一直把你当成亲生女儿对待 我真是看错你了 你就算不是故意的 那也是因为你的书库照顾 你还在找什么借口啊 阳小阳 就算你对奶奶再不满 你也不能偷下杀手啊 不是我 我是被冤枉的 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把她赶出去 我们将将 熟不得这种蛇蝎心肠的人 再也不要让我看见她 姐夫少爷 我没有 我是被冤枉的 我真的是被冤枉的 你放开我 你现在 很想见阮小鸭吧 你不是一直很讨厌她吗 看来 你是知道阮小鸭的真实身份了 她才是真正的千金小姐 是你亲孙女啊 当年啊 就是我 亲手把两个孩子换了 当年啊 就是我 亲手把两个孩子换了 为什么 为什么江江的女儿 一出生就是千金小姐 我的女儿就要过苦日子 我已经过了一辈子苦日子了 我不想让我的女儿一样 跟我做一辈子求人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我女儿 永远都是江江千金 永远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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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啊 来人啊 一生呢 一生 不然 老夫人不是我杀的夫人 夫人 老夫人不是我杀的 夫人你给我时间 我证明自己是被冤枉的 是你杀了奶奶 不是杀人犯 我要为奶奶报仇 不是我 不是我夫人 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你 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不是的 从你来到我们江家 我们江家没有一点 你是个杀人犯 你去让我先 真的不是我 把他拖走 这样有人会见 住手 住手 小叔 你怎么还护着她 她是个杀人凶手 我的丫头绝对不可能是杀人凶手 我相信她 大叔 我想江夫人应该也了解小牙的为人吧 江夫人 我以名义其实 我江玉州的女人 绝对是清清白白 玉州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我可以担保 我江玉州未来妻子的清白 我会找出真相 给大家一个交代 大叔 真的不是我 他们冤枉我了 我相信你 小牙 滚开 我不想再说第二遍 锦莫少爷 我知道你不相信我 但是我一定会查明真相证明我自己的 江锦莫 你口口声声的说你喜欢阮小牙 这就是你的喜欢吗 江玉州 你再说一遍试试 我说错了吗 你口口声声的说你喜欢阮小牙 却连最基本的信任都不给他 这就是你的喜欢吗 你配吗 你呢 那你呢 你说你喜欢阮小牙 你能比我好得点儿去 别拿我和你比 我会坚定不移的相信他 保护他 你呢 江玉州 你有什么自够对小叔大呼小叫的 你最好以后给我滚远点 否则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小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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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小鸭 你可真是块碍眼的绊脚石 小姐 找到小薇了 把他给我看住了 我马上就到 你是真能躲啊 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你抓回来 说吧 遗嘱在哪儿 遗嘱在哪儿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知道遗嘱在你身上 你要是不听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你现在可要考虑清楚了 我现在给两个选择 要么你把遗嘱交出来 等我继承奶奶的遗产之后 我给你好处 或者说 你选第二个 我怕你 选个朝我吐口水 就算我知道遗嘱在哪儿 我也不可能背叛老夫人 你个冒牌 我休想从江家得到一分钱财产 快说 遗嘱在哪儿 你说的说 小姐都找了 没找到遗嘱 遗嘱呢 遗嘱已经被我送回去了 算算时间 应该到夫人手里了吧 遗产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我的 你凭什么处理我的东西 你这个 遗嘱被我送回去了 检订报告也被我送回去了 江玉一燕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遗嘱被我送回去了 检订报告也被我送回去了 江玉一燕 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遗嘱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你这个 你永远 你居然敢换我的好事 跟我作对 这就是你的下场 啊 该死 晚了一步 遗嘱已经被江玉也拿走了 这好像是江玉燕的 夫人 这是借给您的快递 没想到 我一直在寻找的亲生女儿 她就在我的身边 丫头 是妈妈错了 妈妈不该动手打你 不行 我要去叫她 不行 我要去叫她 玉燕 这么晚了 你来干什么 妈妈 这么晚了 你要去哪啊 你手里藏了什么东西 没什么 我正好有事 要出去一下 来人 带出去 那个老不死的 果然把遗产都留给了阮小鸭 可惜啊 江家的财产 只能属于我 至于那个阮小鸭 马上就弄死她 向我陪你们 玉燕 老夫人刚死 江夫人要是也死了 江家是会还给我们的呀 你这个没用的东西 当初你把我和阮小鸭 调换的时候 你怎么不害怕 你怎么还脸说 滚一边去 阮小鸭的事情不用你 我亲自都说 可是 我说了 不用你管 你要是再敢多嘴的话 我就让你永远互罪 可是 有块玉佩 什么玉佩 阮小鸭出生的时候 她身上是带了一块玉佩的 那个玉佩 可以证实她的身份 但是 被冯斌抢走了呀 这不重要的事情 你怎么再再说 你是不是重新见得多好啊 滚进去 我不想再见到你 去查一下 那个叫冯斌的人在哪 找到之后立马给我消息 什么玉佩 难道 江玉燕不是蒋家千金 阮小鸭才是 江玉燕这么着急地找到遗嘱 看来她早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但是 阮小鸭要是被认回来 那我跟阮小鸭 岂不是就成兄妹 对不起小鸭 我爱你了 真的不需要我陪你进去吗 不用 我想自己单独跟夫人谈谈 那我在车里等你 早点出来 好 江夫人 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关于我的事情 我想跟您聊聊 江夫人您在吗 夫人 夫 夫人呢 怎么这么着急啊 夫人不见了 她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你别着急 夫人可能有事出门了 我们去她常去的地方看看 好 雨燕 你这是干什么 妈妈 我们很久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安安静静地在一起聊天了 是不是 你想聊什么 不如我们来聊聊我的身世吧 妈妈 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妈妈 我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 你当然是我的女儿了 不 我不是 我只是一个冒牌的 软小鸭才是真正的江家前进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大概是从奶奶摔下楼梯的时候吧 夫人的事情是你做的 是我做的 她可是你奶奶啊 把你捧在手心里整整二十年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 我也不想啊 谁让那个老家伙非要改遗嘱 她的东西本来就是属于我的 为什么现在要给别人 江总 雨燕小姐的车在废弃工厂 把位置发给我 好的 既然我们现在不是亲生了 那我们就有话直说了 妈妈 把你的财产传给我 只要给了我 我们就还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了 江雨燕 你怎么那么狠毒呢 我和你奶奶 给了你二十年的爱 你推你奶奶下楼的时候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亲情呢 孩子 趁现在还没有酿成大祸 只要你现在收手 我会找个合适的机会 和阮小鸭相认 到时候 你依旧是江家的小姐 我们 说了这么多 你还是要把属于我的东西 拿给别人 是不是 你不是我的女儿 阮小鸭才是 阮小鸭 阮小鸭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出现 我依然是江家的千金 都是因为她 她却应该消失 到底想干什么 当然是 那会属于我的东西了 妈妈 你实在是太不听话了 我们没有办法 再继续做母女了 那为了女儿的幸福 我相信 妈妈是愿意 奉献出自己的生命的 对吧 不过妈妈 你放心 女儿会改进你一辈子的 我承认你 妈妈答应你 你就是我的女儿 我 我不和阮小鸭相认了 你就是我唯一的女儿 看来妈妈还是很识趣的 那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做 妈妈答应你 把财产都转移到你的名下 再帮你伪造一份遗嘱 到时候 不只是江氏集团 江家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该不会是在拼我吧 当然不会了 你才是我的好女儿 至于那个软小鸭 根本就比不上你半分 对了 我还知道一个 关于遗嘱的秘密 什么秘密啊 什么 救命啊 救命啊 开门啊 开门 救命啊 救命 救命 开门 开门 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开门 救命开门 妈妈 你想去哪儿啊 你实在是太不平坏了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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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妈 现在知道我真实身份的人 就只有庄婉 只熬他闭嘴 我就永远是江家的大小姐 医生 我妈怎么样 命是保重了 不过什么时候苏醒 要看他的意志了 老天爷都保我 庄婉君 你注定死在我手里 夫人怎么样了 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医生说 妈的性命是保住了 她什么时候苏醒还不知道 那这段时间 就让我留在医院 照顾夫人吧 你害死我奶奶还不够 现在还想害我妈 江玉燕 我说了老夫人的事 和我没有关系 你这么着急 碰我脏水 不归夫人失踪的事 和你有关吧 我是江家的千金 那是我妈妈 我为什么要害我自己的妈妈呀 你一个卑鄙的庸人 还想耍手段 抱着我们江家 小叔 你是江家的人 我是江家的千金 你为什么总帮着他呀 我说过别动他 江玉燕 假如你真的伤害了夫人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就凭你啊 一个庸人的庸人 你们谁是病人的家属 我是 病人现在急需要出血 她的血型是稀有的熊猫 RH阴形血 你是她的女儿 应该也是RH阴形血吧 我 我 不要婆婆妈妈的 现在别人的情况非常危险 时间就是生命 我不是 我 我是 是我的 行 跟我来 江玉燕 你说你是江家千金 你怎么不是熊猫血 熊猫血不是家族遗传的吗 你什么意思啊 真是有意思 我和夫人没有血缘关系 我们血型却一致 而江小姐是她的女儿 你们的血型却不一样 你有什么资格置一致呢 阮小鸭 你只是一个悲X的庸人 你永远都是 够了 妈妈凶死未破 你不要再闹了 这是我妈妈 你一个阳子有什么资格管我 阮小鸭这个女人已经开始怀疑我了 现在小叔和江锦默都护着她 我必须要找准时机 解决掉所有危险 大小姐 人已经找到了 跟着她 一定要把那块能证明江家千金的玉佩 带回来 是 一炮 什么一炮 别杀我 别杀我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你要钱 我都给你 快点把玉佩拿出来 玉佩 什么玉佩 快点拿出来 要不想死吗 我想起来了 我给你 快点 滚 喂 江总 玉佩已经拿到手了 喂 江总 玉佩已经拿到手了 现在 决定权归我了 大小姐 我们找到封编了 只是玉佩被别人抢走了 废物 东西被人拿走了 不会接着查吧 给我继续查 一帮备用的家伙 那个白痴 怎么这么轻易 就把玉佩给拱手送人了 看来已经等不及了 必须要成为最大的 你是谁 你要干什么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你要干什么 救命 雷佩救命 你别过来 金墨少爷 你没事吧 你肩膀受伤了 怎么样 疼不疼 我没事 你的肩膀不也受伤了吗 没事 江锦墨 你对丫头做了什么 我又没有警告过你 离她远点 大叔 你误会了 是有杀手要杀我们 少爷是来保护我们的 杀手 我看这都是她 自导自演的吧 这个杀手跟我没有关系 江锦墨 你不要血口喷人 江锦墨 你做什么我管不着 但是 不要把丫头牵着净 这件事情 我是真的不知道 江锦墨 我们俩这么多年了 难道我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大叔 你真的误会她了 如果不是她及时赶到 估计现在我和夫人的性命 就不保了 你知不知道她 你 大叔 她的伤口还需要进一步处理 我们走 锦墨少爷 记得按时吃药好好休息 那个 你胳膊好了吧 锦墨少爷 不是 你别误会 我一直把你当哥哥的 哥 哥哥吗 但如果有一天 你发现我骗了 你会生我的气 那要看是什么问题了 比如说是原子性问题 谁骗我我都会生气的 但是像你这么温柔的人 肯定不会骗我的 你不是这样的人 奶奶和妈妈的事情 肯定会将你远 拖不开关系 先好不去的及时 只要等妈妈醒了 真相一定会什么事出 可是 妈妈醒来的话 一定会认会小鸭的 到时候软小鸭和我 就更没有可能了 锦墨少爷 我觉得这件事 跟江玉燕 肯定脱不了干系 不会的 江玉燕虽然平时 嚣张把握 但绝对不会干出 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是吗 大叔 锦墨少爷一定有问题 所以刚刚在病房里 你让我陪你也出现 大叔 你真的误会他了 如果不是他及时赶到 估计现在我和夫人的性命 就不保了 主要是不想打草惊蛇 他每次来的都太巧合了 他一定知道些什么 我之前也觉得 江锦墨有问题 就派人去查了 小微死了 小微死了 江锦墨也去过 什么现场 可是 他没有理由做这些啊 看来你也不傻嘛 但是 丫头 你要小心 我现在还不确定 他要做什么 我怕他伤害你 知道吗 不会的 锦墨少爷 不会做这样的事 只不过 江夫人和老夫人 一定有什么秘密 被他们两个知道的 有人想捂住这个秘密 不要让人知道罢了 这件事 我也还在调查 但是 并没有实际性的证据 这次那个杀手失败了 下次我怕他会有 更猛烈的报 你要小心 废物 连个女人都搞不定我 是江锦墨来了 我怕暴露身份才 滚蛋 看来已经暴露了 软小鸭和庄美 一个都不能料 妈妈 你可真是命大呀 这都没死 就跟您亲生女儿 一样命运 放心 我很快啊 就会送你心心念念的 软小鸭 下来陪你 江锦 你在妈的病房里干什么 我就是来看看妈 你这么紧张干什么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怪你什么事 给我让开 听说 你最近在找什么东西 让我来猜猜 是这个吗 原来从冯斌手里 抢走玉佩的人是你 只是碰巧比你快一步而已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知道了这个秘密的人 死的死 残的残 你以为你会有什么好下场 你到底想做什么 和我连手 跟你连手 你想怎么做 别壮了 我知道你是假倩倩的 所以 我们合作 我帮你得到江玉仲 而你 你不能再伤害阮小鸭 江玉宴不是江夫人的孩子 这些我自己也能做到 不需要跟你合作 你有搞错 这是通知 不是赏瘾 如果你还想继续待在江家 过千金大小姐的生活 那么就跟我合作 否则 我不介意把你打回原型 你敢威胁吗 没错 你现在只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和我合作 好 我跟你合作 难怪我找不到玉佩呢 原来是被她截活了 江锦默 就要你得意两天 等我从你那儿 把玉佩抢过来 什么是如此 别有我没看出 你那点小心思 你想利用我 而我 又何成不是想利用我 那么现在 离开这里 不许踏入妈病房半步 你去一个阳子 你敢后 正 谁 大叔 大叔 你怎么来了 我不来的话 难道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些吗 蒋雨眼不是江夫人的亲生女儿 江夫人和江老夫人一定是知道了 所以才会被江雨眼害的 蒋雨眼和江锦默已经联手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抓住他们的把柄 没证据 我们就找证据 小鸭 锦默少爷 怎么了 锦默少爷 怎么了 小鸭 我们可以聊聊吗 下次吧 我和江总还有约会 我们先走了 小鸭 准备一份强项门药给我 我今晚就要 我本不想这么做 是你提我的 找我有事 这是什么呀 能让你得到江玉舟的东西 这是凭妹药 我知道你是贾千金 但是只要你能得到江玉舟 江家依然还会是你 而我也能得到阮小鸭 你能得到江玉舟 我能得到阮小鸭 双赢的局 收你的礼物 可别让我失望 只要把小叔拿下 他就彻底使用了自己了 小叔 你来干什么 出去 小叔 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虽然我有点小姐脾气 但是只要能跟你结婚 我是可以改的 你就这么喜欢我 喜欢的要死 小叔 你把这杯酒喝了 就当是我向你赔礼道歉 你不会在里面放东西了吧 请我喝酒 来穿成这样 当然没有 你不信的话 我把它喝了 小叔还真是多年 还好我事先喝下了解药 小叔 来喝这杯 小叔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要不要 我来帮你呢 小叔 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要不要 我来帮你 滚 小叔 反正我早晚都是你的妻子 迟早都是你的人 滚出去 小叔 你看你那么难受 还是我来帮你吧 就算我是冒牌 千金又能了 阮小丫 千金是我的 江嘉宁是我的 江云城 更是我的 醒过少爷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活还没干完呢 带你去捉剑 你们 不是小阳 不是你想那样 我没有 没长眼子 还不赶紧滚出去 江云州 这就是你说的爱我 你个骗子 小阳 小叔 我都是你的人了 你什么时候娶我呀 我知道了 江云烟 江云州 他就是个混蛋 没事的 转小丫 除了江云州 你还有我 小叔 你看你那么难受 还是我来帮你吧 你看你出的好主意 差点被他玷污了 哎呀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嘛 要想让他们露出马脚 就得营造我们的不和呀 这样的话 他们才会放松警惕 好好好 都答应你 但是你得答应我 千万不要让江锦莫碰你 知道了 好 那你千万不要露笑 我一会儿还要来捉奸呢 好 现在可是除掉阮小丫最好的机会 以后呀 就永远没有出来了 没有小叔顾着你 看你还能怎么办 哎呀 月月你回来了 你想个办法把阮小丫除掉 不要让江锦莫怀疑是我做的 现在玉佩在他手里 要是让他知道 肯定会够于算破 好好好 你放心 这个事就交给我 我一定让他 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 那我先去了啊 走了啊 还真是一条好狗 不过这些脏事都应该你去做 我手里要干干净净的 到时候你们都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江家千金的事 臭娘们儿还敢来找我 你活你了吧 娘 我今天来找你 是有事要跟你说 是关于我们女儿的事 你还跟我提这败家玩意儿 害得我吃了好几次苦 你还给我提她 我不去找她就不错了 不是她 是玉燕 江家那个千金小姐 她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才是我们的亲女儿 从什么 当年玉燕生下来的时候 检查出来有心脏病 我逼不得已 才把她和阮小丫跳包了 所以她才是我们的亲女儿 这么说 我女儿是江家的千金小姐 那我这一辈子 岂不是不用发愁了 走走走 去见见我女儿 顺便让她给我点钱花花 别急 别急 现在江家都知道阮小丫 才是她们的亲女儿 只要阮小丫还活着 女演的身份 刚刚有一天是会被揭穿的呀 要是阮演的身份被发现 你这个亲爹 也别想过好日子 一分钱都拿不到 只要阮小丫死了 才能有绝后患 我就知道这个小丫头是个矮事 一个小丫头 我才弄死她还不容易吗 呸 谁也别想坏我的好事 那个小丫头的事 就交给你了 我相信事成之后 预言她不会亏待你这个亲爹的 那我先走了 确信 要不是万不得已 我才不会告诉你 这个人家预言的真实事 等你弄死个软小丫 我再想办法弄死你 后面现在才告诉你 不就想利用这些 老子俩都这样 那江女演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如一起绑了换点钱用 江夫人 您什么时候醒啊 我们大家都等着您呢 赶快醒过来吧 又是你 你怎么来了 放开我 你不是被抓走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怎么是你 软小丫 我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很久了 现在没人能来救你 你放心的去死 如果不是你这只骚扑里 一只波音小丫 怎么可能对我这么能干 现在他不爱你了 你可以放心的去死 黑的永远是黑的 就算我死了 你也会为你的罪行付出代价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是谁先付出代价 废物 我掐死他 你杀了他 别着急 现在到此了 你 你干什么 就等一会儿 再会儿好好表现 就多要iant的钱 你疯了吧 你居然敢保我 还不赶快把我放了 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 白女儿 你又不是真正的千金小姐 给我摆什么大小姐架子 白女儿 你又不是真正的江家千金 给我摆什么大小姐架子 你怎么知道 你妈都告诉我了 你才是我女儿 先生叫XX的命 还给我装什么大小姐 倒是这个死丫头 她才是真正的江家千金 能让我狠狠地敲江家一笔 你才是XX的命 你这个社会底层的臭臭 你还跟我相提病了 还敢在我面前装千金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XX学不归了 你要干什么 让你尝尝我的力 当年你妈就是这样不由大福的 妈 你怎么来了 月 你没事吧 月 都是因为你 找人是你 我前进怎么会落落到这种地步 你瘦的底层的臭乞丐 凭什么能打我的木槿 你们 你们 你们竟然敢打我 你干什么 你要干什么 你知道我秘密的人 你都得死了 你 他死了 他死了 月夜 他可是你亲爹 闭嘴 像你们这种社会底层的狼狼 我想杀多少就杀多少 江月夜你疯了吗 他可是一条人命啊 人命 哦对了 他是你杀的 对 人是我杀的 你是我杀的 妈 你在干什么 你为什么帮那个外人伤害我 你个闭嘴 月夜小姐是真正的亲近小姐 你个臭幽的孽配 妈 江月夜不是江峰儿的亲生女儿 她不是真的姐姐你醒醒啊 她不是 你是 我告诉你 你永远不要当玉夜小姐的路 别怪我太狠心 要怪 就怪你不是我的亲女儿 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不错 真正的千金小姐不是你 是你啊 二十年前 我就把你们两个调混了 难怪 难怪你一直对我都这么的恶毒 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也就做对了这一件事 要不然我现在 也享受不到这些荣华可贵 现在 只有你死了 玉夜 才能永远都当江家的千金小姐 你知道吗 好好看看 这就是你最亲爱的妈妈 既然你这么爱她 不如你为她付出生命 阮小雅 阮小雅 你看看你 失去了母亲 失去了江家千金的身份 现在连小叔都失去了 你说你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阮不兰 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赶你杀了 妈 我们好歹二十年的母女情分 小花 就怪你挡了玉夜的路 妈 以后我才很信 有什么话留着下去 跟你清乱什么 小叔 大叔 你没事吧 小叔 你怎么会在这 你们 只不过是演戏给你看 你还真信了 演戏 你们两个合线过来骗我 江玉燕 你杀了人 现在自首还来得及 闭嘴 你们也可以当我的爸妈 你们这种龙鱼 我想下就下 就怪 就怪你挡了玉燕的路 有什么话 就留着下去跟你说吧 原小雅 你敢敢设计我 所有的证据都在这支入荫笔里 江玉燕 你完了 爷爷 现在可怎么办呀 难了 你确定 爷爷 我不是叫这样的坚强 爷爷 别害怕 我想办法 小鸭 你不要记恨夜夜 要怪就怪我 他是我的命啊 我养了你这么久 你不会严真正看着我去死吧 妈 我 小雅 你 你没事吧 我 你 对爷爷 不理得证据没有了 我看你们怎么办 妈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妈 别叫我妈 你不是我女儿 所有人都不能当爷爷的路 谁都不行 阮桂兰 你还真是不知悔改 下半位子 你就去牢里过吧 我们先去医院 江雨 你别得意的太早 游戏才刚刚开始 江雨中 你不能这么对我 不会放过你们的 放开我 放开我 都是你害的 现在完了 我们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会想办法的 你抓紧啊 你也不想我别说穷鬼吧 我是过不了苦日子的 既然你这么爱我 妈 妈 你当初把我和阮小阳 调换的时候 不就是为了能让我 过上好日子吗 既然如此 你就再帮帮我 我求你了 这种决筒已经被你毁了 你就替我点劲 但我坐稳了 江家千金的位置 也会想办法 把你救出来的 到时候 我们美女 一直找江家 过好日子 你放心 我就算是死了 我也不会再让任何人 阻碍你 你永远都是江家的大小姐 好吧 妈 你对我最好了 男人 我要认罪 男人呢 妈 刚收到消息 江云彦被放了 什么 阮归蓝替江云彦顶了罪 她现在躲起来了 以她的性格 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们不如想个办法 让她主动送上门来 好呀 猫和狼鼠的游戏 那究竟谁是猫 谁是鼠呢 下面播报 江家金金假生的曝光 谁又是真正的豪门继承人呢 我们是你 才是江家的千金 什么 我找 江家的小姐 只能数 你怎么还敢找上门来 我怎么不敢 你以为对外发布虚假的消息 就能抢走我继承人的身份 只要没有证据 我依然是江家唯一的千金 是吗 你杀害奶奶的所有证据 都在这个优盘里 你夺走了我二十年的人生 现在也该还回来了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别装了 我过了二十年的苦日 被养母压榨 被生母怀疑 还要忍受你的侵辱和压迫 现在这一切都要结束 只要我将这证据交上去 你就会牢底坐穿 给我 你是江家的保镖 你怎么能保护这个冒牌货 你才是冒牌货 你不是没杀过人吗 怎么现在心虚了 你是在套我的话 你手里的证据根本就是假 你要是有真的证据 你早就将不去 毕竟啊 你是那么想让我去的 看来你没有想象中的蠢 不过黑的就是黑的 白的就是白的 江玉燕 我才是江家的千金大小子 而你 只是一个可怜虫 死死巴掌 不属于你的东西 闭嘴 你是个 我杀你 放个 你竟敢打我 从今天开始 我要一点 一点 拿回所有属于我的一切 你还不知道吧 妈妈已经醒了 托你的福 我拿到了江家全部的财产 不可能 奶奶已经去世 妈妈有权决定财产如何分配 而你和我之间 你 才是那个外人 不可能 我才是江家的千金 我才是 不一件而已 江小姐如果想撕的话 我再多给你几份啊 妈妈呢 为我准备了认亲宴 我承挚地邀请你 到时候来参加见证这一刻 见证你如何从千金 变成穷鬼的一刻 可别忘了来哦 这不是真的 醒来的时间也太巧了 你就是阮小鸭的 你骗我 让开 我要进去看我妈 冒牌货 你最好快点滚开 我不想打女人 我才是江家真正的大小姐 她只是个冒牌货 我让开 让开 双蚝鸭货 狗牙还行 阮小鸭呀 做戏都会进去 她真是蠢的可怜 江玉燕 好戏 徐江上任 欢迎各位来参加我的认亲宴 见证我回归江家的重要时刻 我能按照 你一个冒牌货 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 你一个庸人生 居然敢在这儿大放厥词 我才是江家真正的胆子 以前是 以后也依然是 别以为你讨了妈妈的欢心 就能趁着她生病取代我 是吗 那为什么妈妈签订的财产基责人 是我呢 看清楚了 我手里这份文件才是真的 江玉燕 是你太天真 还是把这里所有人都当傻子 一份假的凭证 就可以证明你是真千金吗 只凭一份文件当然不够 我还有江家 送款 你太天真了 任小鸭 你说你是真正的千金 那你有吗 你怎么会有这个 江紧墨 你居然敢出卖我 我杀你 江玉燕 你清醒一点 这是江玉燕和阮小家 故意设的决定 你什么意思 你现在动手 不就正中他们的下坏了吗 为了证明我的成绩 这是江家唯一的利益 谁得到 谁就能证明 谁是江家唯一的金 看在你失笑的份上 我就放你了 原来真是个冒犯货 那还理直气壮呢 通过这种手段 获得人家的财产 真是卑鄙 还不赶紧滚下来 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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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鸭 滚下来 滚下来 来人 把这个 佣人之女 过后处去 住手 我看谁敢动他 我来晚了 各位 我庄婉鱼可以证明 江玉燕手里的文件 是伪造的 不具备任何的法律效应 妈 你怎么醒了 你不是还在婚礼中吗 这都是为了你 惊心而受的一个局罢了 是 是 妈 妈 妈 你醒了 太好了 我的 好孩子 情况紧急 我知道您现在 有很多的疑问 但是你得配合我 演一出戏 不可能 是不可能 我明明看见 你还躺在病床上呢 没有什么不可能 只不过 给你演了一出戏 让你看罢了 你们居然何机会来骗我 原来他才是 纠缠妾属的办法做 不可能 不可能 倒打一把 真是让人可信 我有玉佩 这可是江家的玉佩 我才是真正的大小姐 江玉 你手里的玉佩是讲的 这才是真正 你江家玉佩 而这个玉佩的主人 是专小鸭 江锦墨 你居然敢耍我 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 我手里已经掌握了 你的杀人证明 这一次 你无路可逃了 你手上的重点是假的 是吗 那这个发枪啊 这是锦墨 在小微的死亡现场找到 你独一无二的发枪 曾经你说过 我是江家的一条狗 现在 被我踩在脚下的感觉 一定不好受 我还真是想瞧你了 你还是乖乖着认罪扶法 我会去监狱探望 就算是死 我也要拉你 你小鸭 去 干嘛 秦峰哥哥 秦峰哥哥你没事吧 妈 你快带秦峰哥哥去医院啊 妈 我才是大小姐 我才是大小姐 江玉佩 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 现在也到了 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到监狱里回过吧 你这个 不要杀了你 啊 阮小鸭 这一切都结束了 一夜 你怎么样 他们没有欺负你吧 你这是干什么 没有 没有你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怎么该多好 你怎么就造点儿子 各位 今天是我女儿小鸭的订婚宴 更要向大家宣布 小鸭是我江氏集团的继承人 谢谢大家来见证我幸福的时刻 以后呢 我一定会做一个好的继承人 好夫人和好女儿的 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